比方说,即使是早上出去买东西,也要穿整齐的服装,不可以穿着木拖鞋,汉山背心,非常邋遢的上街去买东西。 那么各位看,现在就是一个例子。 同学们在上厕所的时候,也应该注意穿服装的几点,就是不能够一面走,一面解衣裤,这个是非常难看的。 刚刚各位看到就是两个同学做错了。 同时在厕所出来的时候,也要先把衣服和裤子系好以后再出来。 这样一面走,一面穿的样子是非常难看的。 现在这位同学呢,他也是做得非常难看,所以呢,正确的动作呢,是应该在厕所里面把衣裤系好,而且把手洗干净以后再走出厕所。 现在有两位同学,他们要入厕,各位可以看他们的动作。 在正确的动作呢,是应该到了厕所以后再解衣裤。 同时呢,便后应该洗手。 用水冲洗。 这位同学,他衣服整理好了,这是很标准的一个动作。 这是四位初中的男同学,他们现在从学校的门口走进校门,走到校园里面。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四位同学,穿的都是整齐的校服,他们戴着穿型帽,穿着制服,穿着球鞋,穿着皮鞋,都是学校规定的服装。 现在,紧跟的后面,我们又看到两位初中的女同学,他们也是一样的,穿着整齐的校服,他们穿的是白衬衫,藏青颜色的校服,皮鞋和白袜子,他们也走进校园。 紧接着,我们要向各位观众介绍的,是两位小学的男生和两位小学的女生,我们也同样的,可以看到他们是非常整齐的校服,他们穿的白颜色的衬衫,学校规定的校服,白球鞋和白袜子,他们现在走过我的面前。 现在在各位观众面前的是四位初中的男同学,两位初中的女同学,两位小学的女同学,和两位小学的男生。 那么,现在我很愿意向各位观众说明一下,就是在穿衣服方面应该注意的几点。 比方向第一位同学,你叫什么名字? 姜炳木。 姜炳木,你是在大安初中? 二年一半。 二年一半啊,那么各位观众一定可以看得出来,现在它有一个扣子,是没有扣整齐,你把它扣紧,好不好? 现在第二位同学,我们都知道在戴帽子的时候,一定要戴得很端正。 那么这个帽子呢,传型帽应该戴得稍微偏右,但是不是太偏,你现在把它修正一下。 好的,你叫什么名字? 我叫马森雷。 你几年纪? 我在二年六半。 是的,你以后记得这个帽子会戴端正了,是不是? 那么第三位同学,各位也许可以看到,他的球鞋的鞋带散开了,这个很不好看的,那么你叫王熙谦,那么你把鞋带记一下。 这位同学,你叫什么名字? 姜普,三年一般。 那么他的这个衣服啊,没有按照规定放在这个皮带里面,现在我们也同样的请他纠正,请他放在里面一下。 那么这两位女同学是古婷姻女中的,你叫什么名字? 我叫丁慧玲。 你呢? 叫李珍。 他们两位女同学的服装呢,看起来是穿得非常的整齐,那么你们需要的头发留着是有规定了吗? 我们需要的头发是中分,右分都可以,不过不要太长,最好是一道耳屏。 你们需要对这个衣服的规定是怎么样的规定? 那个夏季的时候,穿那个蓝外套,白衬衫,还有蓝裙子,白袜子,还有黑皮鞋。 那冬天的时候,白袜子,还有黑皮鞋。 那冬天的时候是蓝外套,白衬衫,蓝长裤。 那么现在是四位小学的同学了,那么女师傅小是吧?叫什么名字? 李雷。 你呢? 张琪啊。 小妹妹,那个你们需要对衣服的规定是怎么规定的?要怎么穿? 我们夏天呢,对女生就穿的白衬衫,然后如果天气有点冷的话,就套上蓝色的外套。 那女生规定夏天穿的是黑裙子,然后如果上体育课的话,就规定穿的是补鞋啦,北补鞋。 那冬天呢,我们男女啊,就是男生啊,女生也是穿夹克,长裤。 那一粒呢,那条都是蓝色的,而里面的白衬衫。 你穿得很整齐啊,一定要穿白球鞋,白袜子是不是? 不一定,有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,就一定穿白球鞋。 那蜡子我没有规定。 没有规定啊,我看到你留的很漂亮的辫子,你们需要可以留辫子吗? 是的,我们可以留。 可以留辫子。 那个头发也许不可以太长,是不是? 好的,谢谢你们啊。 那么这里有两位女师傅小的男同学,你告诉我们你的名字。 我叫徐树文。 你呢? 我很恐怖。 是的,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同学,你的拉链是不是要拉整? 是的,要拉起来。 拉起来啊,平常。 这个白衬衫的领子是要摆在外面的。 是的。 你这个摆得很整齐。 平常是不是衣服都要换起得很干净? 是的。 好的,谢谢你们两位同学。 各位观众,总而言之一句话,就是在穿衣服的时候要整齐清洁和朴素。 那么不可以啊,显得很脏,很乱,整齐的样子。 我的东西。 那么多久? 感谢观看